從布魯塞爾市中心步行到莫倫比克只是需要半小時 但在很多方面來說這裏簡直是另一個世界 這個移民社區生活著幾個不同的民族 不過以摩洛哥人為主 當地的失業率很高到處都是破滅的希望 街道組織教育工作者德玉斯說 這個名叫做士迪幫助青少年的組織 以及其他倫理協會企圖扭轉這個局面 不過他們面臨另一種現實 就是莫倫比克近年來聲明欠佳 被稱為歐洲的極端主義溫創 部分聖戰分子從敘利亞回來後就住在莫倫比克 巴黎和布魯塞爾恐怖襲擊的部分嫌疑人 亦在這裏長大 對部分比利時人來說 恐怖襲擊以至莫倫比克本身都反映出 比利時在融合大批穆斯林移民方面出現失敗 當地的商人皮爾森說 I'm just angry, I'm just angry. There's no words to explain this. What did we do? What did we do? What did these people do? Nothing. 有專家說現實並非這麼簡單 很多穆斯林移民雖然有時候覺得自己沒有被接受 但他們確實認同自己是比利時日 摩洛哥移民阿爾巴維說 覺得有些被污名化 跟很多人一樣 但這樣想的人是深奧客襲 他認為需要一起向前走 首先要停止把貧民區的年輕人邊緣化 不要令他們覺得自己被排斥 報道顯示年輕的比利時穆斯林最近一直收到要他們和西方國家戰鬥的短訊 不過對部分莫倫比克的青少年來說 布魯塞爾襲擊案令到他們覺得自己的家園受到打擊 莫倫比克居民巴克基維說 那些人沒有宗教信仰 他的表親當時就在機場 他是穆斯林亦受傷 可能以前他們說 他不是在這裡 但現在是在這裡 家庭被打擊 人們知道被打擊 人們想要打擊 鄰國法國也有同樣的情況 跟比利時一樣 法國也有人數眾多的北非移民社區 法國和比利時被認為 是歐洲向敘利亞和伊拉克輸出聖戰分子的兩大來源 社會中教與世俗組織的伊斯蘭問題專家 阿歷山大比德說 這些來自第二代、第三代的人 其實並不覺得自己是法國人 問題是法國這個國家並沒有能力 正視自己的歷史 並且扣起一個共享的歷史 有部分法國政界人物聲稱 法國有幾十個類似莫倫比克的社區 包括法國部分明星最壞的低收入高移民郊區 坐地鐵從巴黎半個小時可以到的塞富朗 就被視為其中之一 部分塞富朗據文華怨說 激進主意越來越嚴重 一座極端分子的清真寺最近被關閉 不過塞富朗鎮長卡蒂尼雍說 激進伊斯蘭的問題不單是一個鎮的問題 需要全國各地共同打擊 要以不同的視角去對待塞富朗這類社區 以及融合問題 塞富朗鎮長加蒂尼雍說 這裏產生著新的事物 包括文化、體育和商業各方面 這才是開放的社會 而現在法國提議的是一個封閉社會 當地活動人士和創業者希爾米同意這個看法 他描述了訪問美國的經歷 所以在莫倫比克和塞富朗 很多人相信打擊激進主意必須找到新的答案 答案的一部分在於承認 今天的比利時和法國的融路特徵 並且建立一種歸屬感 包括對社區和對國家的認同 美國之音記者布賴恩特 在布魯塞爾報道